泰国青来省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寺庙白龙寺 这座寺庙有着非常独特的建筑风格 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它的建筑结构、装饰和意义都非常独特 泰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 佛教在这个国度极为兴盛 寺庙在这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中,青来省的白龙寺极具特色 白龙寺又叫龙坤寺、灵光寺或俗称白庙 这座寺庙最初建于20世纪90年代 由著名的泰国艺术家查列姆猜 高斯派帕出资设计和建造 他将这座寺庙视为自己的艺术作品 对其进行了长达20年的建设和装饰 白龙寺最与众不同的是 其独特的白色建筑和华丽的装饰 建筑群的中心是一座白色的主寺庙 建筑风格受到了泰国传统建筑和印度教教堂的影响 寺庙外部覆盖着银色的装饰 整个建筑物的外观非常华丽 让人感觉神秘而优美 白龙寺不仅是一座美丽而独特的寺庙 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寺庙的设计灵感来自佛教教义 以及泰国民间传说和神话 例如白龙寺外部的白 代表佛陀的纯洁 而内部的金色装饰则代表开悟 这些元素的结合 使得寺庙在不同的时间和角度看起来都非常美 这座寺庙最吸引人的是 通往主寺庙的桥 它象征着从地狱到天堂之间的通道 当你经过这座桥梁 你会感受到一种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 桥上有两座代表死亡和印度神话中的恶魔罗侯的巨型雕像 这象征着从生活世界到神圣世界的过渡 这座桥还有数百只手从冥界深处深处 人们必须经过这些手才能到达寺庙 这些手已在暗示人类为获得启蒙而必须克服的无休无止的欲望和贪婪 在桥梁的尽头 有一座庄严素木的建筑 这座建筑正是主寺庙 在进入白色寺庙之前 你需要通过一座名为魔鬼之门的大门 这座门象征人类的罪恶和世俗的欲望 当你进入寺庙内部时 你会发现一系列华丽的装饰和雕塑 这些装饰和雕塑都在展现佛教的一些重要概念 比如轮回 英国和佛陀的故事 寺庙的内部装饰非常繁复 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一些非常珍贵的佛教艺术品 除了白色寺庙外 白龙寺还有一个叫做金色大殿的建筑 这座建筑看起来非常华丽 有着许多金色的装饰和雕塑 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佛像 这个佛像代表着佛陀在涅槃之前的形象 除了主殿外 白庙还有其他几座建筑 包括美术馆 禅堂和钟楼 艺术画廊展示了查列姆猜和其他泰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是任何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必看的地方 冥想大厅是一个安静的空间 人们可以在这里反思和冥想 而钟楼则是拍照的热门地点 白龙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 它还是泰国文化的一部分 寺庙内部的装饰和雕塑 都表达了佛教的一些重要概念 而这些概念又与泰国文化密不可分 寺庙的建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表达了艺术家对于泰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求 白龙寺独特地融合了传统佛教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西方设计 使其在泰国其他寺庙中脱颖而出 这座寺庙的美丽 文化意义和艺术如此别居一格 无论您是对艺术 建筑还是宗教感兴趣 白庙一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